在這個實習日子中,我跟著團隊一同順利從籌辦填飾比賽到軟結的整個過程 也令我感受到團隊的力量和集體榮絕感 在這次的實習中,我都明白到在學校和職場最大的不同之處 是在於學校我們是一個不斷輸入的過程,而職場我們是一個持續輸出的過程 我們在工作中會遇到很多的難題,都是我們自己去解決 或者是學學習相話的知識,又或者是主動穩定度,會補工作等等 這個時候,保持一個謙奢的態度也是很重要 這也是工作的收穫,總之來說就是不懂就問,不懂就去學,不懂就去怕 另一方面,我覺得隨著家裡的進步,很多東西都是需要我們去發掘 通過學習去做到全方面的發展,我覺得就是要他多點去練習信息,多點去掌握技能 這樣就可以幫助到他多的人,無論做起什麼事上來,自己的信心都會多了,收穫都會多了 最後呢,多謝Edward給我今次的實習機會,讓我可以走入職場 了解一些相關的規則和文化,學到不同的知識和能力 同時都是這樣的奉事們,在一些可能有問題的地方都給了我不少的幫助 最終令我能夠順利完成實習,拜拜 今次實習呢,我就有很多收穫,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我可以將平仔課和學習到的技巧運用出來 平仔課和學習到怎樣去營運這個社交媒體 今次我也有將平仔課和學習到的技巧運用在實習當中 首先就是我們學習了怎樣去提高這個社交媒體的智能度 或者增長的followers 今次我也成功地用到這個透過抽策去吸引followers的技巧 另外也明白到這個活動宣傳社交媒體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我也學習到怎樣去更好跟人家溝通 因為今次活動的籌備時間都比較闡處 如果我們沒有力量可以分工,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可能順利完成的 最後我也覺得自己的解難能力是有所提高的 在活動籌備的過程裡面,其實我們面對了不少的困難 在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我就透過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亦都增加了我自己的解難能力 我是陳明蘭,很開心今次可以參與 粵港澳青年大灣區的線上實習計劃 在計劃裡面,我可以了解到實際工作的環境 而且線上實習的計劃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很開心可以參與到這個計劃 我在大學是修讀市場學系 學了不少關於怎樣去宣傳的知識 但是這些知識我以前從來都沒有在現實生活中演過 但是這個計劃就讓我可以嘗試在這些宣傳方式是否真的可行 例如在今次計劃中,我是負責去宣傳青年填飾的比賽 我跟同事一起去傳送電郵給不同的幼稚園小學、中學 學校去鼓勵他們的學生參與比賽 最初雖然我曾經在課本看過這種宣傳的方式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試過真的去用這種方式宣傳 所以我不知是否可行 但是後來我發現這個方式的確是可行的 這個計劃是讓我可以實踐到自己的知識 知道這些曾經在課本學懂的知識到底 在現實的職場中是否可以運用到循璃 而且我在這個計劃中是學懂了怎樣跟他們合作 雖然起初我是因為我自己太醜的性格 不是很敢跟別人去提一些意見 但是後來我發現原來在職場中大家是要透過合作 不想商量才可以帶到一些共識 所以我就開始慢慢地明白到我是要比較主動 這個計劃是令我獲勵很多的 Hello 我是來自香港恆生大學的陳宇恒Cat Bean 首先我想多謝Edward 多謝遊客天地給我這次這麼寶貴的一次實習機會 令我學會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括怎樣去跟同事之間有些比較effective的方式 去達成一些團隊的目標 除此之外我還學會到怎樣去做一位新聞官 去寫一篇微信公眾號的推文 以及去寫一篇公司網站的新聞稿 我學會了要用不同的網站 不同的工具去鋪排排版整篇文章 去加入一些比較eye catching的素材 去吸引不同的讀者 這些是我覺得非常難得 還有我從來都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非常多謝遊客天地 Thank you